大家好,又到了每周一次看看Costco有什么减价商品的时候了 上周我去了Costco,因为刚过完长周末,看起来没有什么非常吸引人的 我就没有做视频,虽然简短的拍了一些 但是想想还是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吧,我就没有把它发上来 我们先来看看花谱,花谱的花变化不是很大 这些都是一年生的小草花 这个是百万小林,也是最近十几年才培育出来的新品种 很多人管它叫矮切牛,我查了一下资料 其实和矮切牛没有什么大关系 但是花开的还是很像矮切牛的花,也是非常会长 这个是挂篮,如果你喜欢在家门口挂一盆花 我会比较推荐这个海棠一类的 因为它比较抗燥,热了冷了或者水多了水少了 都不是很大的问题 这些基本上都是一年生的花 但是我要纠正一下,上次有朋友说我说的不对 有的花是多年生的,对,我这里讲的一年花特定是指在多伦多地区不能户外过冬的 当然你要把它们搬回家还是可以作为多年生的来养的 我表达的不清楚给大家造成困扰 觉得很对不起大家 Costco的菜苗还是挺多的 这个是6个一盒,7块9毛9,它的质量一直是比较好的 上次还有朋友问Costco有没有月季花或者说是玫瑰花 我今天特地看了一下 记得以前价格是15块9毛9,现在是13块9毛9 但是花样品种比较单调 有兴趣的朋友在逛Costco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 这些是飘香藤,状态已经很差了 这个也是我上次说的是一年生的 同样我指的只是在多伦多地区 这一类的植物不能放在室外过冬 所以我们管它叫一年生的 虽然状态不好了,但是没减价,39块9毛9 这是另外一种灌木,上次来的时候没有看到 上面说的它非常容易开花 作为灌木来说,它能够耐龄下34度 适合在4-7区 有兴趣种灌木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我注意到来了不少百合花 上次来的时候只有一到两种的颜色 正是百合开花的时候 但是百合的缺点就是特别的糟虫子 另外还来了非常多的绣球 花色也很多,看着可漂亮了 可是我已经没有了买的心情 价格也不贵,25块9毛9 今年就这样吧,明年再说 我注意到Costco又开始了一轮厨厨房小家店的大减价 这个是Vitamix的破壁机 它原价是499块9毛9 减150到6月25号为止 Vitamix破壁机它的罐子是塑料的 据说也是耐热的 但是我不知道经常用来做豆浆一类的会不会合适 反正大家选自己觉得合适的就最好 这个厨师机现在也减价了 虽然不是最有名的牌子 但是也还是很不错的 原价是249块9毛9减50到6月11号为止 这个是类似于像烤箱的空气炸锅 既可以做烤箱又可以做空气炸锅 而且它分上下两层 一次可以把肉类以及蔬菜同时烤好 它原价是129块9毛9减30到6月25号为止 这个是筋膜腔可以放松肌肉的 我不少朋友都买了 原价是69块9毛9减20到6月25号为止 虽然我不少朋友买了 但是我还从来没试过 这个是吹风机 通常情况下吹风机容易把头发吹得干干的 这个吹风机据它说是非常保护头发的 不会吹得太干 使得头发看上去很自然 它原价是39块9毛9减10块到6月4号为止 这些是插在花园里的LED太阳能灯 它一个包装里头有四盏灯 原价是39块9毛9减10块到6月25号为止 这个之前给大家推荐过 在这里我还是强烈推荐 这个有点像类似于洗牙的机器那种作用 自己在家里就可以洗 你可以试一下 就算是刷完牙了用这个冲洗一下 还是能冲洗出来很多东西 我觉得对牙齿保护有相当好的作用 对我个人来说 这个是强烈推荐的 它原价是89块9毛9减23块到6月4号为止 现在我们来看看食品 这些是胡萝卜的小cake 看着还挺漂亮的 做得挺好 这一盒是12个9块9毛9 现在在店里头减2块钱 这些是牛肉碎 之前也减过价 但是我记得之前这一大包是减价8块钱 只是我没有注意到它的单价是多少 现在这个单价一公斤是9块9毛9 每一包减5块 来看看这个牛大排 它是不带骨头的牛大排 做BBQ特别的合适 虽然它不是Prime的 但是也是加拿大3A牛肉 一公斤是45块9毛9 现在每包减14块 这些是牛小排 每一包都在25块钱左右 现在每包也是减价3块钱 这个奶酪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不止一次 非常的合算 而且它没有什么怪味道 一般人都会喜欢 这一个包装是两大块 每一块是500克 翻过来看看 雪白的颜色 奶味非常的浓 对不喜欢吃奶酪的朋友 也是很友好的 它原价这一大包是19块9毛9 现在减4块到6月4号为止 现在正是芦笋收成的时候 这个芦笋据说有抗癌的作用 所以一直在市场上卖得非常好 加拿大生产的真的是又大又肥 很鲜嫩 因为正是硬季菜 所以大家可以多吃一点 它这一把原价是7块9毛9 减2块到6月4号为止 现在我们来看看冷冻柜这里 这个星期冷冻柜这里减价的商品并不是很多 这个是鸡胸肉 裹好面包扎已经做好的 吃的时候放在烤箱里头热一下就可以了 非常方便 这一大包是1.36公斤 原价是18块9毛9 减4块到6月4号为止 这个是大蒜奶酪味的手指披萨 我倒是从来没有买过 但是看上去应该是非常好吃的 这一盒里头有两个528克的 一共是1.06公斤的披萨 价格应该是相当核算了 它原价是13块9毛9 现在减3块到6月25号为止 看看这个泰式的甜辣酱 吃起来又辣又甜 它原价是7块4毛9 减2块到6月25号为止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杂粮小饼干了 里头有好几种杂粮混合在一起 吃起来脆脆的 有时候晚上饿了就拿一两片解解馋 这一大盒原价是10块9毛9 减3块到6月25号为止 现在来看看这一款 这个是著名的新西兰 Maluka蜂蜜 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 现在我来详细的给大家看一下资料 Costco卖的这一款是UFM10家的 它的功效稍微弱一点 UFM15以上的都可以当做药来使用了 我会把这个资料放在视频下方的文字处 供大家参考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Google上仔细的搜索一下 这一款UFM10家其实是可以当做保健品来吃的 我清测有效 它的价格也是比较贵的 这一瓶500克原价是45块9毛9 现在减9块到6月4号为止 William Caffee寻回卖 又在我家附近的这家Costco开始了 它品种花样还是挺多的 大部分我都还是比较喜欢的 这一包800克24块9毛9 但是注意这个但是 它的蓝山咖啡就贵很多 同样是800克 这一包咖啡豆是34块9毛9 我个人并不喜欢蓝山咖啡 觉得太淡了 但是每次它寻回卖到这里的时候 我还是会要一点尝一下 Costco咖啡品种可以选择的很多 我试过了很多 现在基本上都固定买这两种 一个是这个巴扎尔克咖啡 这一大袋907克 18块4毛9 价格很合适 味道也还不错 还有一款就是被工程师细称为青蛙咖啡的 这一款我们也还喜欢 另外还有这个伊利咖啡 这个是espresso 这么多年好像也没有涨价 味道也不错 但是还是那句话 咖啡其实是很个人的 你要试一下 喜欢了才买 这个是巴西果 我非常喜欢吃 上次有朋友问 生子吃还是烤熟了吃 两种方法都可以 但是烤的时候要注意 因为它含油量很高 稍微不小心可能就会烤焦了 看看左边这个标签 它原价是14块9毛9 减3块到6月11号为止 这个好像涨价也挺多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右边这个标签 右边这个标签是无花果干 一大包1.36公斤 原价是15块9毛9 减3块5到6月25号为止 这个做沙拉或者零吃都很好 做沙拉的时候放一点进去 零吃当然就更好吃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其他商品 这个是卫生间用的卫生纸 它原价是25块9毛9 减6块到6月11号为止 很多草种子开始减价了 如果你家里的草坪需要补草种 现在就是个好机会来买草种子 如果天气太热的话 草种子它不爱发芽 大家应该都有注意到 春天的时候草长得很快 但是到了夏天太热了 草就不怎么长了 草种的种类很多 减价的幅度也不一样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是花园里用的折叠架子 这一盒里头有两个 不是很大 看它图片里可以放铁线连 但是我觉得放铁线连 这个好像有一点太矮了 目前已经在甩货了 这一套两个价格是19块9毛7 这个是缓氏肥 它的弹磷钾含量比例是12、4和8 但是它上头写的是all purpose 也就是什么都可以用 这里头含有一部分的organic的成分 原价是22块9毛9减5块到6月25号为止 我记得以前买好像是19块9毛9 所以这个涨价也不算厉害 这个是男士的champing跑鞋 之前我给工程师买过一双 但是总体来说 这个鞋的鞋型对我们家人不太合适 我们家人都是大胖脚 这个鞋子相对的会窄一点 穿着跑路有时候觉得有一点脊脚 当然鞋子一定要自己试 合不合适自己才知道 它原价是49块9毛9减20 这个幅度很大了 到6月25号为止 右边这个标签是Fila的男袜 它上头写的是棉袜 这一包是8双 我看了一下成分 78%的棉 现在应该很少100%棉袜了 那个肯定是不够结实的 我试了一下 它的厚度还是挺厚的 应该稀罕性很强 注意看右边的价格 它原价这一包是15块9毛9减4块 到6月25号为止 现在来看看女士的袜子 这一个包装里头有10双袜子 同样也是比较稀罕的 它的花色比较多 选择性也就多一些 看左边这个标签 原价是14块9毛9减5块 到6月25号为止 现在10双袜子10块钱 一双也就刚刚1块钱 这个是Loled的裤子 这一个包装里头有两条裤子 它是加拿大的一个本地品牌 一直还卖的挺好的 颜色也有好几种可以选择 裤子本身比较薄 这个季节穿刚刚好 看右边这个标签 原价两条裤子是22块9毛9 现在减6块到6月4号为止 一条裤子也就是8块多钱 很便宜了 圈品的女鞋也在减价 女鞋颜色就选择多一些 有白色的也有黑色的 看标签左边这个 原价是49块9毛9 减20到6月25号为止 右边这个是铜鞋 上次给大家介绍过 就是这样的 现在也开始减价了 它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紫色的 带一点粉 另外一种是黑色的 注意看右边这个标签 原价是21块9毛9 减5块到6月4号为止 今天经过保健品柜台 居然看到儿童的保健品 之前我没有注意过 这个是D3 这个是复合维生素 做的像糖果一样 吃这个要小心 一不小心就吃多了 复合维生素原价是12块9毛9 减3块到6月4号为止 维生素D原价是15块9毛9 减4块到6月25号为止 在出口的地方看到 Lola的小包 现在挺流行这种腰包 或者也可以斜着挂在身上的 它的价格是14块9毛9 这个价格是真便宜 外头买一个类似这样的包 牌子好一点都要40到80左右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有两个颜色可以选择 再强烈推荐一次这个电动牙刷 我当时买了一包工程师说非常好用 原价是16块9毛9减4块到6月25号为止 好了今天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